读史记《刺客列传》你会发现 春秋时期的刺客不求名不求利 他们更看重中义 这段时期有四个辖士 他们用气团山河的气势和汉田农地的魄力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为自己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他们被称为春秋四大剑客 而其中专注的是四大剑客之手 专注是吴国唐义人 是个厨子做的一手好鱼 同时他还是一个文明远近的孝子 有一次专注和一群人在街上打架 谁都劝不住 没想到他的老婆出来 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他就乖乖地住手跟着老婆回家了 吴子区这时恰巧路过 见此情景感到非常奇怪 心想一个身材魁梧 有万夫不当之勇的男人 怎会如此害怕老婆呢 于是他就亲自跑去外专注 说我看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怎会如此害怕自己的老婆呢 专注告诉吴子区说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屈服在一个女人的手下 那么他必定能够伸展在万夫之上 吴子区听到此言感到专注 还是了不起 为此非常佩服他 两人结为了八百之交 我们熟知的军力 意思就始于专注 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朱凡 他有三个弟弟 大帝于晋 二帝于魅 小帝季子扎 这个季子扎贤打从会 很有才能 朱凡很欣赏自己的这个弟弟 他就想按照凶死地计的顺序 把王位一次传下去 最后好让季子扎做国君 于是吴王朱凡就故意的不立太子 朱凡死后王位传给了于记 于记死后又传给了于昧 于昧死后 本当传给季子扎 可季子扎这个人啊 他不想做国君 于是于昧的儿子廖做了国君 这件事情引起了公子光的不满 他不满的理由很充分 如果按照他老爹的意愿 凶死地计 季子扎当力 如果一定要传为给儿子的话 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 我才应该被立为吴国的国君 所以季子光就秘密招募了一批能人意识 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取得王位 这一群人当中就有吴子虚 吴子虚知道公子光有意要除掉吴王辽 于是就将专注推荐给了他 公子光得到专注后 非常厚待他 对他的母亲也是非常专进 专注被公子光的恩德所感动 他承诺说为了公子光 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只是老母年迈 每每行事总是有所惯念 由于不绝 他的母亲知道这个事后 就自杀了 以成全专注 专注后葬完母亲后 便一心和公子光共同无话 刺杀吴王辽一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刺杀王辽的机会终于来了 吴王辽九年 楚平王去世 吴王辽趁机派自己的两个弟弟 公子何宇 属庸率军攻打楚国 结果楚国的军队断了两人的后路 吴国的军队不能够返回吴国 公子光和专注感觉这是一个 刺杀王辽的绝佳机会 事前公子光给专注客头说 我公子光的身体就是您的身体 您身后的是我全包了 公元前515年4月秉子日 公子光在家中备下酒席 邀请王辽 他安排士兵身穿铠甲埋伏在地下室 王辽的位队则从王宫一直排到了公子光的家里 公子光家的门口 庭院 窗户边 台阶两旁 都有王辽的亲信把守 手持长毛的士兵夹到而立 到处都戒备三言 久之憨处 公子光假装腿脚不舒服 就退席走进地下室命令士兵随时出击 这时专注上场了 他双手赤脖端着鱼盘 在两排士兵的夹道中用膝盖柜行至吴王辽跟前 突然专注白铁鱼渡顺势偷出藏在鱼腹中的鱼巢剑 大喝一声猛地刺向吴王辽 只见寒光一闪 吴王辽当场毕丽 遗憾的是专注也被士兵砍成了肉酱 众人慌乱之际 公子光放出埋伏在地下室的武士将吴王辽的士兵全部斩杀 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专注刺杀王辽的这把鱼长剑 它是驻见大十五叶子亲手锁住五大名剑中的两把小型宝剑之一 其凤利程度可想而知 事后公子光将鱼长剑用匣子封了起来 永不再用 除掉了吴王辽 公子光自立为吴国国君 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河吕 为感念专注 吴王河里加封专注之子为尚亲 专注刺杀这个事件改变了整个吴国的命运 公光雄才大略 他任用孙吴无子曲整 把吴国治理的紧紧有条 国势日趋强大 后来吴国大败楚国为阵中原 专注刺杀是一次很高水准的刺杀 创意兴起惊天动地 专注也因此被授予中国历史上最佳创意刺客 好了关于专注测网友 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些 感谢大使们的关注点赞 谢谢收看